这两天因为台铁的重大的交通事故 死了好几十个人 我看现在台湾各种政论节目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无论是蓝绿 无论哪一个名嘴 无论你什么政治立场意识形态 只要谈到这个话题 你看每一个人一个一个慷慨激昂 说的话都催人尿下 每个人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居高临下 指责台铁 要不就指责建筑公司 就是你们不顾人民的安危 怎么样 一个一个说的 把自己说的跟圣人一样 我每次看到他们这一副一副嘴脸 我就觉得 我觉得台湾岛目前就像是 这次叫什么泰鲁阁号 还有2019年的普悠马号一样 整个台湾岛就是一列 正在出轨当中的列车 而且是高速行进 不就是这样吗 载着2300万乘客 那么驾驶室里面是谁呢 蔡英文 苏真昌 赖清德 以这帮人为首的 包括你们每一天在电视网络上露脸的这些名嘴们 你们都是在驾驶室里面的这些掌握台湾这一列正在出轨当中的高速列车当中的驾驶原装当中的一位 你们都有份参与 我为什么这么说 当你看到台铁从2019年到2021年连续两次重大交通事故 死亡了 一个是死了18个人 一个是死了50个人 看上去好像死了好多人 对吧 看上去是因为出轨 普悠马号不是也是因为转弯吗 对不对 最后也是导致出轨吗 我为什么这么形容台湾整个岛上就是一个载着2300万乘客的正在出轨当中的列车呢 你看现在这个整个两岸两岸的形势啊 包括台湾老百姓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中国共产党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这种仇恨的意识形态 武统在所难免 只不过是早和晚的问题 对吧 只不过是早和晚的问题 一旦发生战端 战端一旦开启 死人也是在所难免 尽管这个我们尽量想降低伤亡 但是你一旦发生热战 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是战斗人员伤亡也好 还是非战斗人员伤亡也好 那就是多和少的问题 那也只是这个数字了 那么之所以为什么台湾岛现在就是一个正在 就是一列正在出轨当中的高速列车呢 原因就是你驾驶室这帮人 开着这列 失速列车 明明能够把它好好开 就不 就不啊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脸呢 一天到晚 是吧 那边死了50个人 你们一个一个就跳脚了 你们一个一个就觉得好像是要悲天悯人啊 将来两岸一旦发生战争 那死的是50个人吗 50个人连零头的零头可能都不是 你们这帮人 你们这帮名嘴 你们这帮蓝绿的政客 你们没有责任吗 对不对 很多名嘴说哎呀 我不是哪个政党 我也不参 我也不从政 我也不当官 你们带了风向啊 啊 你像什么这三立那些什么郑洪怡啊 周玉寇啊 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政客 主持人而已嘛 赵少康啊 这些 但是你对台湾的民意 我刚才不是有一期节目说过吗 民意是个狗屁吗 那不就是你们一天到晚做这些节目影响了吗 把台湾老百姓带偏了吗 把台湾这列高速行进当中的列车 给他们带偏了吗 带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失速 就是出轨嘛 对吧 没有第二条路 台湾这列火车出轨是必然的 就是早和晚的问题 就是最后出轨的这个 所造成的伤亡的死亡人数多和少的问题 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了 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个时候踩刹车其实也来不及了 就像这次这个泰鲁格号似的 一看到前面他妈有障碍物了 来不及了 几秒钟你再踩刹车 没用 对吧 除非是你提前有预警 就像我们现在天天在军机 是吧 绕台 跟中国大陆有的时候给你放放狠话 其实这都是给你预警 懂了吗 其实这都是好心的提示你 该踩刹车就踩刹车了 该减速就减速了 不要一路狂奔了 一路狂奔的叫末日狂奔 不见棺材不掉泪 是不见黄河不死心的 一帮台湾这帮政客和名嘴们 但是我相信 在台湾这列正在出轨的列车 是吧 要撞到障碍物 或者说要出轨前的一刹那 很多人就跳车了 就跳车了 是吧 以蔡英文啊 苏贞昌啊 这帮为首的 首先跳车 不管是弹射座椅也好 不管是啥方式也好 说到弹射座椅是吧 那个F5E的弹射座椅 听说都是他妈死亡座椅 不弹射可能还好点 一弹射肯定死 但是你放心 蔡英文 苏贞昌他们屁股底下 坐的那个弹射座椅 肯定是花了大价钱 买的百分之百安全的 知道吧 他可以确保这帮人 在出轨之前 台湾这列火车出轨之前 把他们安全 安全无误的弹射出去 而且降落在地点 人家都可以设定好 比如说关岛啊 比如说夏威夷啊 所以 有的时候我看台湾这些节目啊 你看完之后 你深层次的 思考一下 对吧 不要被那帮人一天到晚 是吧 满嘴 满嘴冒白沫 然后一个一个什么口沫横飞 是吧 看上去好像是什么的 这个 高昂的这种情绪 所带跑 知道吧 深层次 这帮人没什么好 没有几个好东西 啊 你与其关心的50个死亡的台湾人 你不如关心关心剩下的2300万台湾人的生命比较来得更实际 对不对 你像他们民进党每次一提大陆一个一个咬牙切齿的跟他干对吧 跟他干到底 对吧 打到一兵一卒拿着扫把跟他干 拿到扫把的时候台湾人还有人吗 啊 你都拿着扫把跟解放军要拼命了 那时候台湾还剩几个人呢 死了50个 你们一个一个就如丧烤笔 对吧 哭天抹泪 我相信名嘴那一个一个也都是假装的 知道吧 装 装逼 装的好像是特别这个为了生命是吧 惋惜 实际上狗屎 放着2300万人生命 他他妈不顾及 顾及那5050个人的生命 你他妈说的鬼信呢 啊 你看人家蔡英文 我觉得蔡英文人家表现出来就很真挚 啊 你看人家 这不给了50个人念个道词 人家都得拿稿念 是吧 对着人家50个人家属 他都连人话他都不会说 还得拿稿读呢 证明什么 证明人家就没当回事 他要真正走心的话 你 你说个什么哀悼的话 是吧 说个慰问的话 这个东西还有读稿吗 别说蔡英文了 你说我这个水平 我对着这个手机 我从来都没搞 想起什么 我就说一堆 虽然说的磕磕磕磕 但是你也不至于读稿 读稿也太难看了吧 也 证明什么 没走心 没当回事 懂了不 蔡英文一想 操 50个人 零头的零头都不是 到时候这边武统一开始 那哪只死50个人呢 对不对 一分钟死50个吧